猜猜看,妈妈早上叫你起床时 要说get up 还是wake up呢? 很多学生常问Laura老师 这个起床到底是要用 wake up还是get up呢? 因为印象中好像这两个片语 都是指起床的意思 没有错,在口语上呢 其实这两者的用法很像 几乎是一样的,可以互换着用 可是呢,如果要细分的话 还是有点差别啦 简单来说 wake up是用来表示 意识比较不清楚的时候 眼睛睁开,醒来这样的意思 苏醒的意思啦 而get up则是用在我们比较 有清楚意识的时候呢 而起身,起床,下床 这样子的动作哦 就像是每天早上赖床的时候 妈妈就会说 你怎么不赶快起来呢? 我就会说 I woke up, but I just don't have the energy to get up 也就是说呢 我真的是醒来了耶 wake up 可是我只是没有力气怎么样 get up 起床下床啊 另外当我们用片语 wake somebody up 就是叫某人起床 帮某人叫醒的意思 所以每次啊 周末想要睡到自然醒 偏偏我的朋友就一大早 打电话给我吵醒 I hated when my friends call me and wake me up on weekend mornings 而口语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用up就用来表示起床啦 不在床上的意思哦 像是我们常会听 I'm up 就是我醒来了 还有 Why are you up so early? 诶,你怎么这么早就下床起床了呢? What did we learn from teacher Laura? 虽然我们可以用wake up和get up都用来表示起床啦 可是如果要细分差别 wake up是眼睛睁开而醒来 get up 则是表示醒来了并且起床的意思哦 而up在口语上也有起床的意思哦